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的比第二节骨节长 明显的表示这人是有语言天分的 如果小指在正常情况下有轻微弯曲的 代表这人做事时是容易偏心 化解 从现在开始存善心 说善话 行善事 晚年自然负责绵长 小指短的人的子女运 小指管生殖功能 过短的小指 表明生殖能力一般 由于精力不足 男女常处于疲累中 婚外情机会不高 晚年会留在家中 相伴到老 由于小指代表子息 所以小指短还可能说明子宫会出现异常 小指代表子女 晚辈 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 弯曲 表示子女不给力 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 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 从医学的角度而言 小指是肾的反射区 小指较短意味着心脏 肾脏 生殖系统可能出现异常 小指短的人的事业 小指尝试有商业经营能力或表达力 小指前端超过无名指第一 二节的横文处 小指常代表能言善道 信号强辩 也代表经商能力 商业敏锐度 且意自我强势 好权谋 供心计而得罪他人或人缘不佳 小指形状端正绣长 不歪斜的人 代表老年时期运势顺利 身体匠 可想高瘦 子女咸笑 可以安详晚年 小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 代表老年时期运势简致 并需注意呼吸系统或肠胃系统的保健 小指尖端不超过无名指第一节节纹的人则 比较适合没有约束的行业发展 例如业务 老师 医生 科学家 艺术家 自由业等 小指短的人易受人摆布 小指短的人比较天真 容易被人利用以至上当受骗 一般而言 小指的长度还不到无名指的最上面关节的人 比较忠厚 单纯 但为人固执 不懂得变通 再加上语言表达能力较差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处理的不是很好 此外 由于这类人比较天真单纯 容易相信别人 因此容易被人利用以至上当受骗 如果从事买卖 往往是血本无归 具体而言 小拇指的三个指节当中 指节最短的就是你的缺点所在 指节头最短 说明此人表达能力差 加上天生害羞 很难让别人了解自己 人缘也相对比较差 中间指节最短 代表这个人为人忠心耿耿 处事态度经常保持一致 立场不易改变 这看似优点 其实不然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人不知变通 顽固 偏执 手指底部一节最短 代表个性天真 容易相信他人 这本是好事 但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 所谓天真 很容易变成无知 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 小指过三观 不愁吃喝穿 然后我们来看小木指长的人 中国传统像学云 小指过三观 不愁吃喝穿 小指过三观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伸出自己的手看看吧 注意男左女右啊 如果男人的小指长过无名指的最后一个节 由下网上数 即第三节 那么 说明你的财运会很好 而对于女人来说 她的右手的小指长过无名指第三节 则说明她的夫君的财运很好 不管男女 如果双手都是小指长过无名指 那么说明这个人乐观而沉稳 热情且自信 有决心 毅力 能够具有好长一段财运旺盛的日子 总之 小指长过无名指 最上面关节的说明服气好 超过越多越好 男左女右 另外一个代表你配偶 结合纹路来看 小指下面是竖纹 财博纹 竖纹长 身 指 或者没有杂纹和刺纹 那么你的财运会更好 小指长度在无名指第三指节横纹之下 在无名指的第二节位置 也称小指过不到三观 其实大多人的小指长度都是这样 主要原因是 小指的气势位置较低 小指指基过低的人可能会非常害羞 缺乏足够的安全感 自信心不强 另外 小指短的人会比较胆小 且显得十分小家子气 小指没过三观的化解办法 倘若一些男女朋友 自己的小指没能长过无名指第三节 是不是就财运不行 一辈子受穷了呢 也不尽然 因为尽管指向学士如此断定 但是还有看你的命理八字如何 你的大运流年如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的小手指不够长 那么就养小手指的指甲超过无名指的第三节 也算是后天补上化解了 也可以用红丝线在无名指上缠绕三圈 相当于让第三观降低高度 那么 自然小指就尝过无名指的第三节了 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发现 某些戴戒指的朋友 在自己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用红丝线缠绕 也包含这方面的寓意 从生育的角度来看 小指尝过无名指第三节的朋友 往往生南海 如果夫妻两个 均是小指尝过无名指的第三节 那么概率会更高 小拇指尝的人投花韵 小拇指尝的人有魅力 能言善变 容易受到异性的关注 小拇指的长度超过无名指的 最上面那个关节的人 能言善变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观察力 表现欲较强 容易吸引异性的注意力 但这类人缺乏纪律观念 不喜欢被约束 总是我行我素 小拇指尝的人生枝能力强 具体而言 小拇指的三个指尝当中 指尝最长的就是你的优点所在 指尝头最长的人具有无限的魅力 能够吸引人 而且语言表达能力较强 观察力也不错 不容易上当受骗 中间指尝最长代表天生擅长照顾人 并且忍耐力极强 不少医生 护士 幼师都拥有这样的指尝 手指底部一节最长的人喜欢自由自在 向往无拘无束的私人生活 此外 这种人能言善辩 喜欢讲道理 拥有两条明显 几乎等长的婚姻线的人多有一地情缘 两条长度几乎等长的婚姻线 可能代表会有一地情缘 所谓千里姻缘一线千 也是人生不可错过的幸福 不过 需要注意观察两线间的距离 若是距离较远 有四至五毫米 表示婚姻和谐 但会有一段时期 因工作或出国 而使得夫妻聚少离多 不过 当双方在碰面时 感情反而会变得更甜蜜 若是两线很接近 间隔减二至二毫米 表示三角恋爱或婚外情 若上线叫粗身 下线叫细浅 表示婚前有三角恋爱 反之 则是婚后会有婚外情 有这种首相的 最好不要早婚 因为如果太早安定下来 心智尚不成熟 很有可能会再婚 两条几乎等长的婚姻线 如果有四至五毫米的距离 表明婚姻和谐 因工作原因会短暂分离 但不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两条婚姻线 如果有二至二毫米的距离 表明会有三角恋情 或婚外情出现 小纸带戒指可招财增运 首相的大拇指与小纸 多与财富有密切的关系 尤其小纸更要行美 长度要平齐 或略微越过五名指一 二节间的恒文为家 代表一生积极努力赚钱 或容易得到钱财 若小纸未超过五名指一 二指节的恒文 则可留指甲 至于上述指节平衡或超越 此对财运有辅助作用 另外亦可在小纸上 戴上一枚戒指 来为小纸招财增运 总的来说 不管你信不信 任何人的 像都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 当然也有某些特征 是固定不变的 比如人的手指的长短 就是从生到死 都是固定的 变化的东西 蕴含着运势情感健康的变化 固定的东西 则反映一个人先天的某些特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